MIC中文就是在我们台湾的翻译 就是孩童多系统的炎症症候群 那么在前几天有10岁的男孩的案例 它其实是一个感染后的一个免疫的反应 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可能在他身上已经都被清除掉了 但他身体的免疫反应还不打算冷静下来 可能会发生在感染后的两周到六周之间是最常见的 如果你的孩子在感染新冠已经好了 你的家里的青少年感染新冠已经好了 可是接下来的两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当中 发现我们现在上面看到这几个症状 第一个就是发烧 已经好了突然开始又开始发高烧 我们的定义上面是说至少发烧三天 那么在医院抽血的时候 会发现你的发现指数都向上升 然后全身上下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说身上会有一些皮疹 睫毛有点红 或者是嘴唇有点红 手头有点红 再加上我们去帮你量血压 发现你的血压是低血压 然后做心脏超音波 发现心肌功能受损或抽血 发现心脏酵素增加 或者是凝血功能异常 肠胃道症状等等 这边特别强调肠胃道症状 在missC算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可以用简单跟家长的说法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曾经得过新冠 好了突然发高烧 加上有呕吐或者腹痛 或者是拉肚子 然后再加上可能其他的隐隐约约的症状 这时候你就跟医生详细的报告孩子的症状 大部分的额科医生一定都会想到这个疾病 会帮你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今天大概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missC它其实是多发性的炎症 所以身体有不同的器官可能会同时在发炎 那每个孩子的组合也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是皮肤 然后膳脏 然后休克 那也有些人是心脏 然后肺 然后就每个系统可能就是都组合不同 但总而言之 这个让医生知道早期的介入 可以让这个死亡率降低 平均来讲死亡大概是 在1到2%左右的一个致死率 在我们的板子上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个所谓的 孩童多系统的炎症症候群 它的发生率目前还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数字给大家 我可以跟大家讲大概的数字 那为什么没有明确数字 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亚洲人 尤其是东方人 我们发生率是比黑人 还有拉丁裔的人的孩子来的少 少到至少少一半以下 所以外国的数字 我们就没有办法引用 因为他们的人种跟我们不一样 那亚洲很确定的是发生率 是比刚才讲的黑人 或者是白人 或者拉丁裔的都还来的低 第二个为什么没办法给大家明确的百分比 是因为Omicron 因为有很多的研究也告诉我们 Omicron感染之后 诱发MIS-C的比例 也比以前的Delta跟Alpha来的更低 那么甚至可以下降到四分之一 就是比之前少了75% 所以这两个亚洲人 然后再加上Omicron 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这样把它当作 这个优势的状况下 所以它的发生率在国外的研究 我们就没有办法拿来引用 我初估了 用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样的一个下降百分比 我初估大概 这个最糟的状况 大概万分之一 这是我初估的 用刚才那个数字去换算 所以如果最悲观的人可以想 大概就是一万个 得到的这个Omicron的孩子 大概会有一个 可能会发生所谓的MIS-C 那年龄当然最常见是在6到12岁 这个时间 这个年龄段最多 但是一直到19岁都有可能 其实成年人也有 只是成年人的百分比就比较低一点 那么刚才讲到我们台湾的疫苗接种率 其实在青少年 还有儿童都很高 那跟大家分享 国外的这个研究 发现只要打过一剂 新冠疫苗 其实MIS-C可以下降97% 光打一剂就有这么漂亮的效果 那如果打两剂 其实发生率 至少在那个研究当中 就是是没有 当然不可能完全是零 但是那个研究当中是没有 所以我想以我们台湾 目前青少年跟儿童的接种 疫苗的百分比的话 我们家长不用过度的担忧 这个MIS-C 这个疾病的发生 就从刚刚的万分之一 再去乘以疫苗的效果 可能就是一万后面又 再多加两个零的这个比例 这个大概是可以预期 在台湾的一个好消息 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 在感染COVID-19六周内 持续发烧 至少这个可能发烧三天 然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 或者是皮疹 眼睛充血 头晕 那你就把这些症状 告诉你的额科医师 我们一定会积极地 帮你做检查跟处理 再次强调 不用在家里面空担心 最好预防MIS-C的方法 就是接种疫苗 只要接种一剂 刚才提到的研究 就这样价降百分九十七 我想这可以让爸爸妈妈 晚上好好睡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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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